第27集 你们也要记下 如今不再是从前了 说话做事都要有分寸 紫英等人跪下 朗生的道 是 娘娘 请尊皇后娘娘教会 我轻轻的笑了 他们的眉目中依旧是欢喜 纷纷去换了 供我重新挑选的首饰来 一席正红色 笑凤舞九天青螺锦衣 缠枝花螺的质地 外照一层浅金流彩沙衣 上面一时用银丝 闻着朵朵的祥云 汇局为我输了一个 繁复华丽的吕陆记 两边各带上几只珍珠翡翠 珊瑚碧喜凤凰点翠多宝簪 三顶垂下条条的金流苏 底端坠着 零花状的红宝石 身体微微一动 便满是流光溢彩 富丽高贵 汇局将我装托好后 一直不敢抬头看我 我微一低头 那些流苏就垂到碧巾眼前 笑着问正在为我挑选班纸护甲的她 怎么了 有何不对吗 这实在不是自己喜欢的装托 手一挥一道五彩光芒滑过 班纸不带了 我们走吧 说完 汇局扶着我的手就要向外走去 她小声的说着 奴婢 奴婢从来没有见过娘娘如此的装扮呢 实在是 嗯 实在是凤凰化人呢 我听完笑了笑 挪动脚步 从镜中又再一次看了看自己 想起古人曾说过 戴金翠之首饰 坠明珠以药区 如今 我也要靠这珍珠锦衣 来为自己增添气势 不由一阵悲哀 宝记玲珑 环佩叮咚 脸不盈盈 头上的肩流苏轻轻地晃动 我踏进了昆宁宫正殿 鸾凤殿 小福子催生地喊道 皇后娘娘驾到 眼前一片音箱云壁缭绕 顷刻间就纷纷让开正中的一条道 都跪在两边 我缓缓前行 抽气声 嘀嘀地回荡在鸾凤殿中 我稳稳地坐到赤金龙凤交警的宝座上 这是一早 小荣子他们从偏天放置不用的器物那间的屋中抬来的 之前在他大婚之夜 说完那番话之后 我便让人将这宝座收归了去 本以为永远不会用上 或者说 我没有想过 会这么快 他就重见天日了 皇后娘娘娘千岁千千岁 一片整齐的轻力之声响起 我看了看底下 一个个低头浮身的女子 柳妃的身影却不在其中 笑了下 用庄重的声音说道 众位妹妹都起来吧 众嫔妃起身 我扶上一脸温和的笑 小福子在一旁唱着名字 那被叫到名字的妃嫔 就上前来向我再一次请安 恭敬地抱上自己的名字和品杰 说着吉祥的话 臣妾新辉宫梦里晚 给皇后娘娘请安 丽妃的声音响起 那语气任谁都可以听得出 她的不满和对我的不敬 我心里暗笑着 这丽妃的性子 看来从那日之后 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的 不过她的蝗虫一直不衰 昨日李皇上在我这里过日的事 此时应该还没有传到她的耳中吧 跟其他大部分妃嫔一样 她不知为何皇上赴了礼制 心中疑惑 但多是想着 因为我凌家如今的势力 以为皇上还是终于依了太后的意思 我没有立即让她起身 自己看着手上的护甲 侧过脸对慧菊说 这护甲上的珍珠有一些暗了呢 这护甲一直没有怎么护理 不过刚刚张总管送来了 皇上赐给娘娘的一些首饰 奴婢看着都是上好的 娘娘定会满意 嗯 这个就赏给你了 底下一片抽泣声 而丽妃一直行着礼 这后宫中又没有人敢跟我说些什么 于是她便也不得善动 我扫了她一眼 用淡淡的口吻说道 丽妃 起来吧 丽妃退到了一边 一双媚眼中满是怒气 心意难平的眼光 斜斜地向我飞来 我只做没有看见 臣妾拜雪公冯淑贤 给皇后娘娘请安 一个温婉柔和的声音响起 那声音中的恭敬 是诚心实意的 不若之前的丽妃充满了挑衅 我闻声看去 她穿着一身月滑色锦缎宫装 面目仿若江南芳飞的三月 令人观之舒心 她的身上有一种很自然的 令人放松的气质 难怪皇上对她宠爱的时间最长 可是我却从她的眼睛中 看到了九居深宫 练就的坚强沉稳 是合飞呀 我笑着看了汇聚一眼 快给合飞看座 我瞥了一眼站在那里的丽妃 她与合飞同为正三品丛飞 该有的大宇应该是相同的 可是她的不敬 我要让她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连连她的脾性也是为了她好 臣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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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是 臣妾是 整整一个时辰 我都在接受着这些虚理 渐渐的感觉到乏了 这因是第一次参见我 因此规矩多了一些 之后就不会如此麻烦了 我威胁着靠在宝座上 头上的猪翠 压的头有一些嗡嗡的疼 自己已经是无意识的笑着说着 起来吧三个字 只盼望这里能快点结束 或者有谁让她赶紧的结束 一抹金黄 出现在宫门外 伴着大队的侍从 她淋淋的走进了卵凤殿 我起身相迎 在她跨进门的那一刹那 我扶身下去 臣妾参见皇上 身后传来衣服的嗦嗦声 还有那些嫔妃 向她请安的声音 她只一挥手 扶了我起来 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我 眼中是无尽的赞叹 斜了我的手 走到了宝座上坐下 我坐在了下方一手 她笑着 看来朕是来早了 皇上说笑了呢 都看过了 她指着下面站着的众女子问我 我点点头 受过雨露的都在这里 还有的在侧殿 之后才带他们过来 她扬了扬眉说 那些言到明日吧 朕有话要跟你说 说完站起身 那些嫔妃聪颖的 正要行礼告退 这时 门外小福子通报的声音 猛然的响起 赵梁公 柳飞娘娘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 南音波奖的 李皇 柳飞 一袭水红银丝 绣孔雀的上衣下面 是一袭桃红 绣百花争艳的长裙 头上 因为有身孕 不能带过多的沉重的首饰 一根白玉孔雀簪 旁身一朵新开的芙蓉花 一缕金银丝相见的流苏 垂至耳迹 倒趁得她面如满月 眉似远待 她的身上有一些笨了 由三个侍女 小心地扶着走了进来 我见她走到了店中央 缓缓地起身 走下座去 带着慈敏的笑 拉过了她的手 用自己感到很恶心的 甜腻的声音说 妹妹身子不方便 还来什么呢 好生地休养才是啊 说完 飞速地回头看了一眼 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沈西遥 我用称怒责怪的口气说着 皇上也是 就应该免去柳飞妹妹这一遭的 她微微地笑了笑 这是你第一次接收飞品请安 即使头一次 自然马虎不得 说完也走了下来 来到了柳飞的身边 温柔地问着 可还好 我朝慧菊使了一个眼色 立即有带着清浴底色翠纹织紧坐垫的花梨木软椅来 端放在柳飞的旁边 我看着柳飞倚着她 脸上带了巨傲的神色 走过去坐下 却只是吹了吹手中一盏茶 直到她抬头 朝我微笑 我才回忆柔腕的笑容 搭上她伸来的手 一同走到上座 心里 却是厌倦自己 如此的虚情假意 可是 我却只能 也必须这样做 底下的柳飞 带着一丝明显的得意的笑 看着我 我回了她一个微笑 侧过头 看向了沈西瑶 她的目光 没有落到任何人的身上 只是看着门外 那一抹碧蓝的天 目光 似是要穿透那天际 虚无缥缈 妹妹 日子定了吗 没有几天了吧 我微笑着 看着下面坐着的柳飞 柳飞的目光 一直定格在沈西瑶的脸上 那目光中 有痴 有怨 我有一些善善的笑着 柳飞身边的宫女 机灵的陪笑着 答了我的话 喂黄鳅娘娘 我家主子林澎 就在这个月末了 嗯 那一定要小心着身子 这个时候 也是危险的 你们要好声的照应着 哼 咳咳咳咳咳 柳飞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哼声 可是 这鸾缝垫里那么近 她的声音 也就是格外的清晰 柳飞自己也发觉 自己的失态 盲又是轻咳咳了两声 沈西瑶此时 已经将目光转了回来 听见那咳声 盲是关切的口气问道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柳飞的脸上浮着甜笑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 真心快乐的笑 臣妾没有事的 皇上 那声音娇柔 我不经意间和和飞的目光对上 她带着那么淡的不屑的笑容 就与我此时的表情无异 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 和飞憋过脸 看向柳飞笑着 妹妹可是因这一早起来 不适应了 都说有孕之人 多睡一会儿 对腹中的胎儿才好 柳飞没有看和飞 一双利眼 就是直直地扫向我 那眼神 已不负之前的温柔 而是带着点点的敌意 姐姐说笑了 素来妹妹我 一向都是按规矩起身的 只是昨夜受了惊吓 睡得晚了些 又睡得不踏实 她说话间 面孔已经转向了沈西瑶 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啊 她的话音刚落 下面传来一阵怯怯之声 我猜到她今日不会放过浩月的事 更何况如今皇帝在此 估计是一早就听了昨夜 浩月被带走了 想下手却没有得逞 这才在找理由提及的 我扭头看着身边的沈西瑶 她的脸上全是平静 仿佛之前柳飞那声哀怨的请求 并没有听到 我心里有了点依靠 看来昨夜那时 还是有了点作用的 正要探身安慰柳飞 一旁一直沉默的沈西瑶 她的口气那么的淡 柳飞的脸色变得煞白 她定是没有料到 皇帝会是如此的态度 可是从她的眼神中 我也看出了 她对柳飞的情谊 不是单纯的帝王 对妃子的那种薄情 柳飞不甘心的抿了抿嘴 但还是笑着说 一切二皇上的意思 底下也安静了下来 我看了看天 已是日上三杆了 一般此时 都是皇帝在御书房 接见大臣 批改奏折的时候 今日他早朝一下就过来 已经是反常 想到他之前说 有话要对我讲 心里想着 应该是关于浩月的事吧 我侧头在她的耳边说道 皇上 是不是让他们都回去 柳飞也该好好地休息 她点了点头 我回头看向下面的众女子 有那么一时地恍惚 稍纵即逝 各位妹妹都回去吧 不早了 我微微地笑着 那些妃子纷纷上来请安告退 最后只有柳飞坐在椅上 缓缓地起身 那意思明显极了 我看见她一双寒情默默的美目 看向皇帝 知道她想说些什么 我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而是走下去拉了拉她的手 妹妹身子沉重 就不必每日过来请安了 好生地僵养着 我们都等着 你为我大西添一名小皇子呢 她张了张口 我回头飞快地 看了一眼已经起身 站在那里的沈西遥 皇上 柳飞的身子重 又受了惊吓 皇上送妹妹回去吧 柳飞愣了一下 吃惊地看着我 我只是微笑 不去看她的目光 她低了头 小声地说道 不用劳烦皇上了 臣妾自己可以的 可是那眼神里 全是期盼 沈西遥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走到了她的身边 拉了她的手 认贼如续 一起回去吧 我看到柳飞 带着幸福的笑容 围到了她的怀中 唇边和眼角都是得意 她有一些挑衅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会 浅浅的失礼 臣妾恭送皇上 带那明黄的颜色 消失在昆宁宫门外 我坐在了凤座上 一旁的惠局不满地说 娘娘 您没有看到 刚才柳飞的神器吗 看到了 又如何 我转身拢了拢自己的头发 暗暗眉心说 完了 去西暖阁吧 软断绣花鞋 走在通向西暖阁的亭廊上 轻软无声 院中一束鹰罗开的正宴 满树的紫蓝色深浅不一 次第分明 一阵猛烈的风吹起了我的衣裙 头上叮当作响 天际间都是纷纷洋洋细小的花瓣 仿佛雨一般落在了地上